最风俗易懂的方式 最生动形象的示范 用音乐描绘梦想 用歌声唱响希望 写一首歌曲最重要的是生活 打把手 打三把手 文化试点文化工台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孩子是不是疯了 日常的生活中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咱们工人有力量 那个也属于这个经营学的风格 唱起来很带劲 很有这种力量 无论故乡它想让我 松荣拥有梦想 接下来 中国梦主题第二批新创作歌曲 推荐嘉宾 歌曲搭把手 作曲书男 就像寒冬腊月的暖流 是旧寒甘霖的雨后 不一山小而不畏 一滴水 也能引出四海无洲 大家好 我叫苏南 今天我给大家体验一首歌 是我去年创作的 叫《大把手》 这首歌是中国志愿者协会的一首主题歌 它的词译特别好 它的词译呢 它的词是我的合作者 也是我的老搭档张克廷老师写的 张克廷老师我们之前合作了 建国大业的主题歌《追寻》 还合作了很多的歌曲 这首歌当时是为志愿者协会创作的主题歌 它呢 视角非常低 是说一些特别平凡的人 它的词译很有意思 它的词说 不以山小而不畏 一滴水也能引出四海无洲 搭把手搭上一把手 人生旅途一起走 它向我们表达的是 生活中有大爱有小爱 就是可能不需要你做多大的事情 但是你只要帮别人一把 比如帮别人推一下车 帮别人搭把手拎一拎东西 帮大妈拎一些菜 帮孩子们牵着手过马路 就这些简单的小事 其实最能反映我们中华民族的大爱 一滴水也能引出四海无洲 就是这个意思 一山小而不畏 一滴水也能引出四海无洲 大把手搭上一把手 人生旅途一起走 这歌很有意思 当时我写的时候 我是花了五天时间把它写完 写完了以后 张和平老师大概夜里十二点钟 跟我沟通 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 这个名字叫搭把手 我一听这个名字 我觉得特别激动 我说这是一首好歌 搭把手 它碰巧是触及了 普通人的心灵和情怀 著名的导演尹丽 就自己主动报名 为这首歌拍了MV 那么我们电影学院的院长 张会军老师 也亲自带着他电影学院的团队 来给我们做了摄影总监 总之我们这个团队 是从作词到作曲到摄影到导演 全程都是在义务地做这件工作 没有人收取一分钱 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从他的词 张会军主席给我的词 就是原封不动的 我一个字都没改 写成了这样一首歌 而且很简单 大家听起来 他的词意是特别优远 但是他的副歌爆发力特别好 就像寒冬拉月的暖流 是旧寒甘霖的雨后 然后就孙南的很广阔的声音出来了 打把手 打上一把手 人生旅途 一起走 打把手 打上一把手 人生旅途 一起走 很简单 他的副歌旋律也特别上口 那么孙南 我所有的歌曲 大家广为传唱的 他都有参与 比如说我给汶川地震写的主题歌 《生死不离》 还有就是建国大业的主题歌 因为我一向写电影会员 追寻这首歌曲里面 还有国际歌的旋律 在这个创作方向里面 我们应该坚持 就是把自己的艺术家的视角 放得越低越好 那么从很微小的角度 来展现老百姓心目中的爱 展现这个社会的和谐 能够让我们的艺术品更加持久 能够让我们的歌曲 让在很多地方可以去传唱 这也是向社会贡献的一份大爱 这种歌曲 我给它定调 搭把手 从它这种温暖开场 我觉得整个 无论从它的曲式结构 还是调性上 都是用特别温暖的一种感觉 那么我选择的乐器 是弦乐 就是特别温暖的 混音当中是那种无边无际的弦乐 然后写的是写的很宽 混音也混得很宽 一开始是一个钢琴的进来 用钢琴把它 把它副歌的节奏引进来 引进来以后 宽阔的弦乐 缓缓地进来 然后再配上孙楠那么温暖的声音 因为孙楠我老是跟她合作 我特别对她的声音有把握 歌迷们就说男男合作 就说舒楠和孙楠 至于创作歌曲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歌手的特点 她的声音的音高 把它的优点充分地展现 比如孙楠 她的降A部分 是她最华丽的部分 就要在这个点上 就是反复地去走旋律 使她听起来更加的气势磅礴 写歌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歌手 本身她的气质条件 比如说有的歌手 她的低音部分很不好 就要尽量规避一下 把它最华丽的音色展现出来 这是一些写作的技巧 一首歌从作词到作曲到演唱 到录音到编曲到制作 所有的环节都是 特别的一个唱片工业化的流程 这些环节一个都不能少 就要特别紧密 比如说从她的最初的雏形 到一首歌的melody 到她的旋律出来 然后我们进行配器 从配器的过程中 选择哪些乐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比如搭把手这首歌 我觉得就一定要选择大弦乐 大弦乐能够展现它的温暖 它的气势磅礴 和它贴近人心的魅力 然后选择了钢琴 钢琴的缓缓地在中间流动 仿佛就能够深入别人的心灵 所有的配器 出来以后再录音 录音的时候在旁边 我就会反复地让孙楠 他怎么去表现这首歌 他有时候孙楠 他的power很大 所以唱起来 特别的雄壮 我就会让他控制一点 我说你轻一点 你用一个特别男人的声音 去潜唱低音 这样的话 可能更能打动一个人的心 关于整个歌曲的曲式结构的处理方面 我觉得我也想了很久 他除了A段B段以后 进入了一个特别宽广的尖奏 这个尖奏也是用弦乐来组成的 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异调 然后完了以后再回到孙楠的声音 又从头反复 反复的时候 实际上包括副歌唱第二遍的时候 我突然让所有的乐器安静下来 我在棚里面把所有的音轨给他 撵掉 我就只留一个滴滴的一个钢琴 钢琴的声音把弦乐也撵掉 配合孙楠的那个副歌 反复地强调 然后使别人觉得深入人心 这时候我整个大年在推卸 推卸以后让别人觉得 仿佛 就是三分钟以前的旋律 又回到我脑海里 这样是特别便于记忆的 在歌曲创作方面 然后最后 用缓缓地弦乐铺底 钢琴结束 钢琴结束的时候 再回到当初的旋律里 这些是一些创作歌曲的技法 能够让别人在三分钟的记忆里 能够反复呈现你的旋律 让别人觉得这个绕梁山日久久回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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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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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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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一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认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管是 我的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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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 最大的亮点 对于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么最重要的 就是 中文字的 这首歌 有一句歌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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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用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